葉太太 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我今天很高興 也很榮幸出席這個座談會 因為離開了立法會就少機會公開辯論 當然非常好 多謝Regina 對這個政局的前瞻 佳叔又說要看五年十年 我常常想看明天 或者到星期三 大家都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可能大家都心裡有數 佳叔就說這次選舉之後雖然不能打破僵局 不過他說立法會的能力會提升 我真的嚇了一跳 他接著說會帶動公共議題的討論 這些是很良好的願望 是不是會做得到呢 就算不要說新一屆 我們上一屆 但是我都看不到很多很嚴肅的場合 去討論公共事務 公共議題 因為其實太多事情發生 令到我們傳媒的朋友都報不及了 就是你在說公共政策 那邊是扔東西 這邊是拘捕人 那邊是拘捕人 全部是聚焦不到的 所以佳叔待會討論的時候 要多說一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高見 還有怎麼去提升那個能力呢 我做了二十五年議員 在這裡有這麼多個 最長的是我 在議會要做到的事 是要有多數票的 所以剛才葉太說七票加起來 那兩票當然好 九票當然比七票 三票對不起 失過了 因為容小姐我們就有很多意見 不過今天不用在這裡說 所以你起碼都要有過半數 所以為什麼我九七之前之後 是很落力 是跟各派去談 我們說八黨共識有沒有 好像現在美國選舉 Hillary Clinton都說 她經常都是cross the aisle 走過去對面 找一個大家兩黨都可以同意的東西 才可以推進到 這樣才有能量啊 佳叔 那如果你說這次是可以的 你真的要多說一些給我知道 你一定是知道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佳叔 那所以呢 其實我是很憂心 那她又說 梁振英要選了 那她當然要做些好事 那就多些人投票給她 你昨天有沒有聽到 范徐麗泰說什麼 你越搞港獨 你越強硬 北京就要越找一個她信得過的人 在佔領運動之後 她就相信梁振英 雖然當時她可能說要開槍 或者習近平不讓她開 但是都發了七十幾個催淚彈 所以梁振英就是我就是要強硬 你越亂我越強硬 習近平說你做事我放心 所以我又是不太明白佳叔說什麼 所以佳叔真的要很多事情要解釋清楚 所以我們前主席又說一國兩制 那些我很同意 你說媽媽是女人 其實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其實大家星期日很多事情可以做 人家叫你前瞻 假設我相信這間房間 或者很多在這間房間以外的人 都是贊成一國兩制 是香港差不多唯一的出路 一國一制一定不行 你獨立 也絕大部分香港市民不贊成 那問題不是為一國兩制就好 而是怎樣去做 還有明天梁振英怎樣去判 星期三有什麼事會發生 是不是立法會又大亂 那你就坐在高居臨下看下來 我沒有你這麼有空 真是 你整機整已經休會了 待會這班人又說要逼供 又說你不整我就走出去 今早好像林鄭月娥都不贊成 這些就是我們在說 佳叔在說的爆炸性的事情 那這兩位又這麼謙虛 又不說 其實大家都想你說一下這些爆炸性的事情 如果你明天後天 這個禮拜 這幾個禮拜處理得不好 一個壞的開始 又何來又好的將來呢 你說梁君賢 應不應該今天之我打到昨日之我 曾鈴成就說應該 譚慧珠也說應該 這個范徐麗太也說應該 那他要去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他當日做出一個裁決 說容許他們幾個再去宣誓的時候 是政府未曾去入稟 但是他裁員決 政府就入稟了 也都後來否決了那個 那個 那個injunction叫什麼 禁制令 多謝啊 前主席 那些事情一直發生的 去到星期三 他都照樣 執行自己的裁決 是給他們宣誓 但是那幫人走出來 你都知道 所以現在如果他要出來推翻自己 是什麼原因呢 你說不是啊 他那時候政府 你做裁決那時候 你還不知道 但是你做了裁決就政府去了嘛 法庭也都說不給禁制令嘛 說11月3日會聽嘛 然後你都繼續 在星期三十一點是給他們宣誓嘛 那由宣誓搞到 留了會之後 到現在有什麼發生了啊 哦 有曾鈺誠說的東西 有范徐麗太說的東西 有譚慧珠說的東西 或者待會劉兆佳又說話 或者葉劉淑儀又說話 有三十人二十九人又要聯署 那天一落風球 我以為風平昇 誰不知落了更厲害 馬上全部涌回立法會 電視一看 還比別人那些外國的奔虛 全部萬馬奔騰地走出來 站在那裡大逼供 哎 梁君彥 你一定不給他 那是否梁君彥出來說 就再逼供了 那不單是逼供 還好笑 在那個記者會裡我沒有去聽 我看回報紙而已 那個記者就問班長 廖長江 他應該是資深的大律師 不是 未資深的大律師 他說 喂 你要叫主席不給他去宣誓 是哪一條 他當然說不出 他就把他調分轉 他說 那他給他又是哪一條 他問給那個記者 大哥 人家是記者 問你 其實他可以回答 因為曾經都給過 誰 黃毓民 你可以說兩個 橙橙和蘋果不可以給 但是廖長江繼續說 他說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政治問題 和法律和司法覆核無關 喂 現在說的是 怎樣大主席 按議事規則 按基本法 按香港的法律 怎樣去行使他的權力 他不是 他說政治問題 還要多搬一句 是因為是香港人 全國全球華人的感受 我經常在內地都聽到這個 如果你拿了這個政治的原因出來 去教我們大主席 或者立法會議員 或者政府官員 怎樣行使他的權力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大主席 不要拆到那麼遠 那我就真的很擔心 而大主席作他的裁決之前 是不單止聽過被說處的意見 亦都聽過外面的 真是這個是資深大律師 扎兆堂的意見 扎兆堂分析完一大輪 其實都覺得他們是有問題 但是他都叫他 你是應該給他們多一個機會去做 所以大主席就接受了 還有他更加說到 如果你不讓他做 是會有災難性的後果 當然他沒有說是為什麼 所以剛才我就以為兩位會說一下 但由這個這麼近的去看將來 那時間很快過了 我自己 我不是只有口說 我從政二十五年 我是很明白 其實無論哪個界別 有選我沒有選我的市民 他是很希望議會 希望行政機關 是為香港做事 我也都明白得到 如果要做事要通過法例 通過預算案很多事情 是要跨黨派的合作 所以我自己這麼多年來 都是盡力去做 我也都相信 香港的矛盾 一定少過敘利亞 或者伊拉克 甚至少過美國 我們其實很多事情 是大家可以談 最尖銳 你說政制 其實民建聯 都贊成 2007年可以開始普選 那時候譚耀宗拿著大橫額 2012雙普選 如果北京入口 民建聯都會肯 商界不喜歡都要肯 好像這個最低工資 一直都反對的 當政府拼取他就要了 其實有些比較尖銳矛盾 就是勞資的糾紛 但是我覺得都是可以談的 其他房屋 各樣東西是絕對可以談 我和田北俊都說過好幾次 說大家坐過來談 但是建制派不肯 中聯辦也都說 搬下傑叔剛才說行政主導 如果你們這樣談就是立法主導 你是衝擊基本法 那就沒有了 他又主導不了 我們大家的散修修 只留下就是吵架 所以我覺得 我們當然有角色要扮演 但是如果北京和特區政府 不懂得出善意 是願意和各黨派 大家去溝通 分權分責 大家一起去合作 我不相信香港是會有人走 可能在北京的眼中 香港是非常渺小 對於北京的可以用的 亦都越來越低 所以他都沒那麼空來 你現在又搞獨立又這個路 他更加火滾 但是他要明白 如果香港搞到一鍋譜 很多人有些人已經走了 更多人可能走的會繼續走 搞到民不聊生各樣東西 我們的競爭力 又輸給深圳 又輸給珠海 又輸給上海 一直這樣跌 人家在國際社會 你中國人又要做強國 你怎樣交代 人家說 人家英國佬管了150年 給你那時候 這麼安定繁榮這麼風光 你現在都沒有拿到20年 就搞到 未必哭了 搞到我真的見到那些人 哎呀 兄姐那怎麼辦 有沒有人可以出來做和事佬 去處理一下這件事 我其實如果有一個可以去做的 那個叫曾玉成 他兩邊都可以談到 但是也不是曾玉成一個人可以做 但是如果現在北京已經拍了板 我是要硬處理 其他人就吹了雞了 禮拜一就去 禮拜三就去 那我們又怎樣搞下去呢 那些年青人你都知道 我昨晚才跟年青人說 他說他們是很相信支持他們的 他說人家選出來的 你為什麼不讓人家做呢 就是說他說中央 中央政府又這麼貪腐 又這麼多問題 我們不是自救又怎樣 就是我們要找個方法 就像梵太說 講一下她的語言 大家去談一下 而不是硬鬥硬 我就趕你走 趕完你走我趕梁天琦 趕誰都不准 以後都不准算 你說得幾個 你可不可以趕幾百個 可不可以趕幾千個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市民 心裡是很不開心的 她未必都同意她 這些就是我們從政人 要去處理的 所以葉太就很英明的 在現在這麼困難的時候 就出了這個命題 那就希望 葉太有些高見 你們有三席 我現在都不在議會了 是幫香港走出這個困局 這個一定是我民主黨 還有很多香港人 希望見到的 多謝大家 多謝兄姐